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戴萌兔 这期视频来拆的玩具是 World Toys在2022年3月份推出的 MEGABOX系列的最新产品 是我们的中国神兽麒麟 这款产品的官方定价是168元人民币 这款产品的话设计师又是日本的友人 叫平岛优贵 就是之前做青龙的设计师 之前青龙的款产品可以说是做的相当的精彩 推出这么长时间以来 依旧还是World Toys盒子系列产品当中 到目前为止最畅销的几款产品之一 这次的话又是相同的设计师 又是我们的中华神兽 我可以说对这款产品是充满着期待 包装盒的话你就不看了 我们赶紧来开箱 打开包装之后 首先是会有一个小的塑料袋 这次产品因为不是猛兽侠的产品 所以说塑料袋当中是没有角色介绍卡的 就只有一个小弹片 然后下面是产品清单 这边是变形说明书 有四折页 步骤还是非常复杂的 过会来看怎么变形的 这边就是装着本体的吸塑了 一个本体 然后还有一个透明的收纳盒 这次收纳盒并没有做特殊的配色 之前青龙的话是绿色的 这次就是一个传统的这种非常普通的透明盒子 稍微有一些小遗憾 然后这边就是本体 拿出了本体之后 麒麟的身形给我的第一感觉 就是比我预想中的稍微要瘦弱一些 特别是身体处的地方 特别的纤细 当然在古书当中也有说麒麟形似鹿 它是身体形状的像鹿一样 所以说稍微瘦一点的话 感觉也还行 然后头的话说是形似龙 非常的威严相当的凶悍 但是头上怎么长了一根脚 变成独角兽了 足似马 这个脚是像马蹄子一样的 然后尾巴是似牛 像牛尾一样 但是尾巴明显特别的庞大 明显身上像是有带着火一样的 那种麒麟的感觉 有一点那种奇幻风格了 平导优记之前设计过的很多作品 不单单是变形结构特别的有意思 我觉得还有一点比较有名的地方 就是它对于动物的那种形态的刻画 会非常的有艺术气息 像身上会用到非常多的这种曲线的刻画 像一个艺术品一样 这个造型我觉得设计的是相当漂亮的 整个麒麟的外观也是相当的帅气 这个脸特别的威武 还有身上这些类似于像火焰一样的零件 也全部都是用透明零件来制作的 末端还有一些渐变色的涂装 整个都是非常的梦幻的 在神兽形态下身体各处也会有一些可动 躯干中间会有一个球形关节 可以左右微微的侧摆 然后头部的地方也是一个球形关节 可以抬头低头 然后嘴巴也可以张开 这个张开的幅度还是非常大的 脖子处的地方也会有一处可动 可以向下低头 但是同时也会连带着 把后面的这两个火焰的零件 也一起拉上来 稍微看着有一些奇怪 腿部的地方主要就是球形关节连接 然后在屈膝处的地方 会有一些可动 这个造型还是挺不错的 可以摆出一些非常英姿洒爽的动作 还是非常帅的 好 神兽形态也就不多说了 我们赶紧来看看它是如何变形的 首先把玩具转到正面 麒麟胸口处的地方 有一个可以打开的地方 把这里打开 然后把两个前肢从胸口处的地方 然后分开 然后往下可以平移一段距离的 这样子可以往下挪一段 然后再转到侧面 把脖子处的零件往下挪 顺势可以拉扯出后面这有一段关节 会有联动关节的 这个关节的话是用一个C字扣的方式 连接在一起的 把这个C字扣进行解锁 这个C字扣还是蛮紧的 稍微要用一点劲 解锁出来之后 背后的这两个火焰的特效件折叠一下 脖子处的地方是分了两块零件 中间可以打开的 转开之后 把这个头顺势向下进行折叠 把下巴和黄色的脖子零件贴到一块 把脖子后面这一段红色的棕毛向上抬 放到上面来就可以了 把头上面这根红色的脚收纳回去 然后再来看到后肢 后肢的地方同样也会像前肢一样 会有一个展开的结构 把这里先展开 然后沿着腰中间的位置 会有一个球形关节 把这个球形关节向上旋转180度 把腿转到上面去 然后就可以把头沿着中间 这个黑色关节的地方向内侧折叠 可以把它收到前肢的内侧 这样收到里面来 收到里面来之后 前肢刚才解锁的地方会有两个凸起 这个凸起正好是可以卡在 黄色脖子零件的地方的 这边会有个洞 正好可以卡进去固定住 把胸前的两个零件 可以向内侧折叠 然后再来处理后肢 后肢刚才解锁了之后 向前继续折叠 这边也会有个卡扣 是卡在黄色零件上的 这里插进去固定住 前腿上面会有两个火焰特效件 如果觉得碍事的话 可以先把它翻折起来一些 然后后腿处的地方 就可以进行进一步的收纳 一个只字形的折叠 全部都收纳回去 蹄字处的地方 是做一下90度的旋转 然后向内侧翻折 收纳到里面来 另外一边也是一样 背后的火焰特效件 有点碍事 先把它翻到前面去 然后再把后腿向前面折 这个蹄字正好是可以 把它藏在身体里面的 这边转过来 后腿转到前面来之后 可以看到在后腿这个地方 会有一条缝 这个缝就是用来插前腿的 把前腿做一下折叠 90度 然后前腿这里有个红色零件的地方 正好有一个凸起 正好是卡在后腿缝里面的 然后卡进去 然后把蹄字往内侧一收 就可以了 另外一边也是一样 如果位置正确的话 前腿内侧正好会有一个凸起 是可以卡在中间的洞上的 这里可以固定住 另外一边也是一样 下面需要来调整中间的 这两个红色的特要零件 首先需要将中间的黑色的零件 做一下旋转 放到正确的位置上 正确的位置的话 应该是有一个平面 正好是和这边是相同的对准 然后再把这两个红色的零件 往内侧旋转 正好是可以把它卡在后腿 和身体中间的缝里面的 这样卡在中间收纳回去 四肢都收纳完之后 变形又差不太多了 然后再把尾巴处的地方 这边从中间掰开 然后下面会有两个金色的零件 也向前这样展开 然后沿着下面黑色的零件 进行向上进行这样旋转 这边的话也会有卡扣 正好是在红色零件的 这个地方有一个洞和一个槽 正好对准的是后腿处的地方 后腿处的地方也会有凸起 这样卡进去之后后腿就被完全的固定住了 把前面的两个金色零件向下折叠 正好给插在这里 然后再翻到正面 这边的话会有一开始 有翻出来的两个在脖子处的红色零件 把这里也可以从中间分开 然后就可以往上进行 进行折叠 然后展开 正好是可以把上面两个金色零件 有两个凸起的地方 正好是卡在红色零件的洞上 这样的卡进去固定住 这样的话整个盒子形态的变形 就全部都完成了 这个变形结构可以说是相当的精彩 大家可以把妙打在弹幕上了 太漂亮 太精彩了 变成盒子形态之后 可以看到原本在神兽形态下 虽然说是有很多的曲线 但是盒子形态下之后 完全不会影响到整个5厘米 剑方盒子的公整度 在盒子形态下 如果非要找一些缺点的话 我觉得可能就是对于麒麟的特征 隐藏做的实在是太好了 通过盒子完全看不出任何麒麟的影子来了 之前那款青龙我为什么觉得是精品 就是因为在盒子形态下 依旧还是保留了龙头的特征 在盒子形态下像是一个图腾一样 非常的漂亮 但是这一次麒麟的话 就完全没有那种图腾的感觉了 就是一个非常工整的方盒子 当然了这个方盒子收纳入 这个收纳盒也是没有任何的压力的 好 那就是这样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不要忘了多多点赞投币一键三连 好 那就是这样 我是戴萌兔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